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部电影当然是一个老的骗子 叫关键下一名中文的翻译 你也可以知道是凯西演的 他里面饰演的角色是什么 就是他有超能力 他超能力非常有趣 就是我可以看见两分钟后的未来 所以其实投资的角度 投资里面其实时间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维度 所以讲到这个我们就可以从七二法则去了解一下 到底负利的威力在哪里 当然首先七二法则的概念 其实就是数算而已 用七十二去除以你的报酬率的数字 然后就是你资产翻倍的时间 这样讲的有点复杂 很简单 如果你五法的年报酬 很简单你拿七二去除以五 是不是等于十四点四 意思就是十四点四年之后 你的资产本金就会翻倍 这就是负利的效果 那当然我们再用三十去算的话 如果你七十二去除三十 其实就二点四年嘛 资产就可以翻一倍 那为什么我们会用五勒 是 因为五%这个报酬率 其实我觉得 对于很多简单的操作 你要一年赚到五% 而且稳定 并不难 真的并不难 所以对于一些年轻的同学 或者是你真的有长远资金规划 其实你用很简单的做法 一年赚五%就够了 那为什么抓三十% 我们讲几个例子 第一个巴菲特 古神大家知道 巴菲特平均年化报酬率 大概二十七%多 然后我们常讲的索罗斯 我个人也是非常喜欢的 他长年来讲大概33% 所以其实不算高 很多人想 我今天这个礼拜广运掌停板 我就40%了 我变33%一年 对不对 但是其实你看 他们这个代表性的人物 长期而言 他们的报酬率 其实就是三成 差不多就是这样 所以从这个角度 如果我们回到电影 如果我是他 我有他的能力的话 我遇见两秒之后的世界 对不对 那我很简单 我只要找两分钟之后 可以赚一%的报酬率就好了 我就找 两分钟之后涨一% 涨一% 就这样 那我们算一下 我一天可以赚多少钱 如果72除以1% 我只要72次 我就可以翻倍了 所以我有几次两分钟 所以一天算下来 4.5小时 270分钟 等于是135次的2分钟 所以很简单讲 就是说我如果我有他的能力的话 我每一次赚一% 我一天 我资产可以翻两倍多 大概三倍左右 是 所以其实你就不要想这个事情 因为很多人还是会问说 老师你觉得等一下会怎么样 你觉得明天会怎么样 下礼拜会怎么样 对 其实我没有这个能力 我有的话我就已经翻倍了 是 对不对 所以大家还是 但是我们是回到还是操作的概念 那从这个角度啊 我们也可以介绍一本书 除了看电影也可以看书 对 21世纪资本论这本书 当然是比较艰深啦 也就是经济学的题材 的书籍 它里面很重要一个概念是什么 就是R大于G 这个概念 R是什么 资本报酬率 G是什么 经济成长率 它说为什么人类的世界 其实都是资本越来越集中 有钱越来越有钱 是 重点就是 资本的这个R大于G 这个概念 经济成长率是什么 就是我真的去工作 去生产 赚的钱 对不对 那我这里的成长率 比不上什么 我拿钱去投资赚到的钱 那它的例子啊 这本书上 它说过去30年 全球大概是这样 这个资本报酬率大概4到5% 然后G大概是1.6左右 1.5左右 对所以你看 其实在这种状况底下 其实你4到5% 你只要维持这个报酬率 对 其实你就会越来越有钱 越来越有钱 比直领死薪水的人 资产翻倍速度会更快了 对 所以庭权这个说法非常好 是 所以意思是什么 你一定要学投资嘛 但是你可以不用高风险 但是你只要赚到4到5%以上 就好了 那就算台湾经济成长率 我们抓3%就好 其实你5到7%也够啊 对 所以这个事情其实不难 是 OK 对 那我们就对于这个报酬率先有一个比较合理的认知啊 是 那再来我们就讲说回到交易的逻辑 今天这个公式出来的时候 听权说是不是化学课 对 我说这是什么东西 化学公式吗 对 这是高中数学 很简单 期望值的概念 我们看这几个数字 这当然是期望值嘛 W是什么 赢的钱 L是什么 输的钱 然后P是什么 P是胜率 然后1-P就是你失败率嘛 就是它 OK 然后再来C就是交易成本 OK 从这个角度啊 其实我们在讨论到交易的时候 绝大部分的人会想要干嘛 想赚钱 想要赢 对 想要我要对嘛 所以第一个通常大家会努力的地方是什么 我怎么提高胜率 是 我想要让P增加 是 但是你看 在这过程中间 我们常会遇到 一般的投资人会跟我们讲什么 他说 特别是有些事业有成的人 更容易说 你看我投资都多准多准多准 我没有再输过的 哇 这么厉害 遇到这一种 通常有两个状况 第一个状况是什么 说谎 吹牛 对 吹牛 然后第二个状况 就是 这种状况我就问他说 好 那不然这样好了 这个是你实现的都是百分之百嘛 是 你未实现随意拿出来给我看看 那很简单 他的说法是什么 就是我赚钱的我卖掉了 所以我 只卖赚钱的 所以我是百分之百 但是我输钱的我全部都留着 等他 有机会再帮我赚回来 是 所以像这种状况其实是错误的 因为我们过去我自己的努力 我们自己的经验大概是这样 其实P我觉得 以我的水准大概在六成 是 其实六成高不高 其实我觉得是足够让你赚钱 对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间 还有一件事很重要 就是你要让你赚的钱 比你输的钱还多 所以这也是很重要的关键 就是我们的停损要控制嘛 但是你看像W 因为我们银帮到现在应该是九成了嘛 对 那之前讲的B印是不是大概157% 是 这都公开讲的 但是我们当然中间有小赚小赔 小赚小赔 但是我只要逮到大赚的机会 然后我又有足够的胜率 其实我们在市场就是能够赚到钱的 不过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是什么C C是什么 就是交易成本嘛 你有千分之三的交易税 跟千分之1.45乘以两边 的手续费 那当然 你第一个要求的就是那个 打个营业员 我们不能讲 不能再讲太深了 不然会被营业员讨厌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间 我觉得OK 大家要想清楚 我们要追求的 其实真的胜率只要够就好 怎么样让我们可以真的在大赚 跟小赚小赔之间 而且你不要有大亏 其实这样就够了 是 其实就是维持大赚小赔的节奏 就可以在累积获利的路上前进了 对对对 而且应该会超乎你的预期 是 那当然我们最后讲这个 这个传奇交易者 马丁苏华知道 其实我们刚刚讲的那个 批的概念的时候 我们会说 很多人在 那个面对交易的时候 其实你会 没办法承认自己错误 我看错了 没有啊 我研究这么好 我研究这么久 这个股票 这公司好成这样子 怎么可能错 我再凹一下他可能就往上了 对对对对 所以我们就等他 但是OK 马丁苏华告诉我 他说他从他怎么开始赚钱的 他说我先把自尊跟能否赚钱 这件事分开来想 我开始变成赢家 是 那他有多厉害呢 他参加过十次全美国的交易竞赛 有九次是冠军 所以真的很厉害 然后有一次的报酬率好像是大概700 将近800% 所以真的是传奇交易者 然后所以他说怎么样成为赢家 就是我能接受错误开始 是 所以在这 这有点哲学 但是在这种角度 其实我们在交易上也是 因为以前我们都会想说 我对公司深入研究 所以我应该会对 我应该会赚到钱 但是我们会发觉 很多时候是错的 而且这个错你可能难以弥补 是 所以在很多状况 因为世界永远都是变动的 我们怎么知道这个产业 想当年宏达店也是 台湾的出口第一名 全球真的是领先的 风光无限 但是也有下来的一天 这个不要做亨达店了 连Nokia也是 没错 所以这些东西太多了 所以我们永远不要预期 世界会发生什么 是 那最后就跟大家讲 其实我们就是 学习庄家的思维 今天我们为什么会跟大家讲 这个期望值的概念 其实赌场就是实现期望值 最常见的地方 对 那庄家思维是什么 其实庄家他不会在乎说 这一把开大开小 对 开报纸还是通杀 还是干嘛的 这跟我无关啊 我只要知道我站在 几率的优势上面 我一直重复这件事情 对 我就一直做 一直做 久赌 庄家就必赢 所以你看 我们刚刚讲 我的胜率可能在六成左右 对 但是我知道 六成是足够让我赢钱的 所以我要做什么事情 就是我们不断 在市场上面做选择 做交易 然后一直做 那我们就会赚钱 其实这个部分我会觉得 对很多的交易新手来讲 可能会有点 那个难以想象 就是 但是我们实际上操作完 我们长久的经验累积下来 其实我觉得 学习庄家思维这件事情 对大家是很重要的 是 所以就摆脱错误的 就是认清自己会犯错 对 那在这种状况 把握几率 我们就一定会赚钱 其实很多刚进入股市里面的投资人 都会想说 好像觉得股市是赌场 他们是来当赌客的 可是今天展哥告诉大家 今天我们要反过来 我们来学习庄家思维 才能够长线的 在股市市场里面 持续来找到一些 我们是一家合法投股免付费专线 0800370888 0800370888 本投股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以往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